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何等感应 感谢你借着你的儿子 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亲爱的主啊 我们的良人 我们何等感谢你 感谢你为我们流血 感谢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 感谢你为我们 主啊 钉在十字架上 感谢你当年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我们 铺了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 感谢你就是我们的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你 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主啊 谢谢你 你所做的一切 就是我们的义 主啊 我们求你的义 我们求你的义 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要么都有你的义 我们呼求你的国 降临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愿意你来同管我们的一切 主耶稣啊 谢谢赞美你 你是我们的王 你是我们亲爱的那一位 我们也感谢你 把启示录向我们揭开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 你揭开启示录的目的 是为了救我们 主啊 你揭开启示录的目的 是为了救全地的人 主啊 你揭开启示录的目的 是揭开我们瞎子的眼睛 是达到我们脸中的帕子 主啊 我们能够和你面对面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的爱 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你的爱 在每个 主啊 你的儿女的身上 谢谢你的爱 你的手 你的眼 都在你的教会的里边 主啊 我们谢谢赞美你 我们再次将荣耀归给你 亲爱的主啊 启示录是你打开的 你揭开的 你说过你的话 虽然被揭开了 但如果不是 借着你的圣灵送出去 仍然是自具 主啊 我们向你来祷告 向你来仰望 主啊 求你的圣灵 亲自勾摸你打开的书卷 主啊 请你亲自勾摸每一个字 主啊 求你高摸你自己的出口 主啊 求你高摸你的出口 你来掌管它 祝你圣灵来高 高摸它 主我们谢谢赞美你 圣灵啊 你也高摸我们所有听到的耳朵 和听到的心灵 主要么在圣灵里边 与你合一 叫么在圣灵里边 来领受你的道 要么在圣灵里边 来把我们的心 向你而敞开 我们的王啊 这里有你的宝座 我们的王啊 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 每一切的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都活过了 主要么都活过了 主谢谢你的恩典 再讲荣耀颂赞归给耶稣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在基督里问候大家 下午平安 好 打开启示录第八章 启示录第八章 来 我们一起来读 启示录的第八章 我们一起来读 还是用启应的方式来读 好 我们用启应的方式 我读第一节 大家读第一节 来 高扬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寂静约有两刻 我看见那站在上帝面前的 一位天主 有其真好赐给他们 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留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美天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上帝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 盛满了坛上的火 倒在地上 随有雷轰 大声 闪电 地震 拿着七十号的七位天使 就预备要吹 第七节了哈 第一位天使催号 就有薄子与火 掺着血 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 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 也被烧了 第二位天使催号 有种广播说 烧着的海山 云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 变成雪 海中的活物 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催号 就有烧着的大星 好想火把 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湖的三分之一 和重水的全面上 这新名叫阴沉 重水的三分之一 变为阴沉 因水变苦 就死了许多人 第一次为天使催号 月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先生的三分之一 都会被击打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 并听见他大声说 三位天使 要催那七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民 怎么了 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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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好 这是第八章 我们仍然今天告诉 就是说我们 如果中途 你们有事要走的 悄悄的离开 祷告离开 我们仍然要把它讲完的 我们仍然要分成两部分 把它讲完 感谢神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着这到 我们在第七章那里看到了 第七章看到了 十四万四千人的背高 是被神的印记 印上了十四万四千人 那个是耶稣在全地 所呼召的属灵的 以色列十二支派 是吧 他们身上呢 都带着耶稣死的印记 他们都是得胜的印记 那么也是神在末后 所使用的那些 大有恩高的使徒 新知的军队 感谢神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 而且第七章也告诉说 说这些背高的十四万四千人呢 是神末后所使用的 赶死队 就是末后的赶死队 他们是致死忠心 捍卫耶稣的存证信仰 他们是高举真理 永不倒 永不摇动的一群人 他们也是跟随主 走实际道路的一群赶死队 所以他们是主从人间买来的 作为初熟的果子 献给他自己 主说这些人是未曾沾染 误会的人 那么在第七章的九到十七节呢 又看见了一群人 这群人是穿着白衣 是从各国各方 各民各族 来到宝座前的 那么这群人呢 他们是经历了大患难 他们经历大患难的这个 就这个大患难呢 也就是说他们是与路西佛 与魔鬼的灵 挣扎而出来的 他们脱离了世俗 脱离了罪恶 脱离了虚假的宗教 脱离了老我 脱离也就是在脱离老我的挣扎当中 脱离这个虚晃的宗教当中 他们期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感谢神 所以呢 他们都是得胜的 那么有一天呢 有一位老姊妹 他就跟主说 他说主啊 我愿意做那穿白衣的人 主啊我愿意做那被你所高的人被你所印证成为默默的赶死队 然后主的灵就跟他说 而不是主的灵 而就有一个声音就说 你想成为得胜的 你得先经过我这个关 说你是谁 他说我是路西佛 你得先经过我这个关 就是世俗 包括世俗 世界 罪恶 老我 虚假宗教 都在哪里掌握 路西佛的灵 掌握 那你要想要 就路西佛的灵就说了 你要想成为得胜 你先经过我这关 就是先跟他挣扎 跟他打 你得胜了 所以今天圣灵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是于什么 属血气的挣扎 乃是于空中的恶魔 挣扎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 在七章那里面看到 这些人呢 都是从哪里 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他们经历了 跟路西佛的挣扎 但他们出来了 他们得胜了 是吧 他们得胜了 在谢神 他们胜过了眼目的情欲 胜过了今生的骄傲 胜过了肉体的情欲 所以他们也胜过了阴间死亡 他们都像主是 至死忠心的人 所以他们因着他们的得胜呢 就来到了宝座前 他们来到宝座前 做宝座的就用什么 账目 附比他们 是吧 他们不再激 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呢 也必不伤害他们 神呢 也擦去了他们一切的眼泪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那么这一切呢 都是在哪里 在揭开七印之前发生的 感谢主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读了第八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 八章一节 一节是说 高阳揭开七印的时候 天上寂静约有两刻 我们知道 启示录的一印一印的揭开 都是谁揭开的 是高阳揭开的 是高阳揭开的 感谢神 我们真的感谢主 感谢主向我们揭开了 一印一印的揭开 那么高阳揭开 第八章题目是什么呢 启示录第八章题目是 奥秘中的奥秘 八章的题目就叫 奥秘中的奥秘 也就是第七印 包括了七号 如同包着个鸡蛋 是启示中的启示 奥秘中的奥秘 高阳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主道林就说了 就是我工作到第七印的时候 印代表我的权柄 是用我的印封起来的小数卷 到世界末了的时候 我给你们一印一印的揭开 并且把天国的奥秘 都告诉你们 天上寂静 约有两刻 这个天上呢 当时就是约翰 在灵里看见了第三层天 那么在这里的天上呢 就现在对我们来说 既指天父与众天使 及古圣先贤 和圣徒所居住的地方 就是天家 也是天堂 也指在天父的爱中 在神的国度里面了 这也是先知雷克乔纳所说的 我们穷尽一生的追求 就是寻求与神合一 认识第三层天 及上帝的国度 所以天上寂静 又有两刻 这个第一点 这是指老约翰在灵里 看到了整个天堂 庄严肃静 鸦雀无声 他们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敬畏 他们都在仰望神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当七夜一揭开 就是这个天上寂静两刻 当七夜一揭开 神的儿女们都明白了 开始祷告在神的心意上 借着众圣徒的祷告 神要做大事 借着众圣徒的祷告 神要翻转全地 借着众圣徒的祷告 神要 他的国度要降临 也就是末后的使者 神一样赐下权柄 可以打破天上的一群人 这就是起书第七章 那里告诉我们的 所以这个天上的寂静 约有两刻呢 也是蜀天儿女 就是第七章的那些穿白衣的人 他们以被王带进了内室 并按神的旨意来祷告 所以寂静约有两刻 就是守望的时刻 我们打开一下以赛亚书二十六章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这些已经被神做成的 这些得胜者 这些个从大征战出来的 这些个穿白衣的人 他们被带到宝座那里 是吧 神用他的账目来复辟他们 那么这些人 现在在干什么呢 天上寂静两刻 在干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一起读 我的百姓啊 你们要来寄入内室 关上门 隐藏片石 等到愤怒过去 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 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 亦也必露出其中的血 不再掩盖被杀的人 也就是说这寂静两刻 是干什么呢 是被王带入内室当中 带入内室当中 干什么 做守望的工作 隐藏在基督的里边 我们上个礼拜 不也讲到了吗 说这些人 他们的灵 在我的怀 耶稣说在他的怀抱里 已经被主 撞在神的怀抱里 我们再看一下西班牙书 西班牙 西班牙书的第二章 第三节 这些被主做成穿白衣的人 那么他们被做成以后 进到内室以后 那么天上 我们看到这里说 天上寂静这两刻 其实他们在做什么呢 二章的三节 来一起读 世上遵守西班牙书 第二章第三节拜起 世上遵守 耶和华 典张的 谦卑人啊 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 当寻求公义 谦卑 或者在耶和华 发怒的日子 可以隐藏起来 对 感谢神 也就是说 那么在耶和华 发怒的日子 他们被隐藏 隐藏的这些人 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明白吗 是什么样的人 穿白衣的人 记住啊 隐藏的人 他们已经胜过老我 他们已经胜过老我 是经过大征战的里边出来了 他们出来了以后 他们的灵人在基督的里边 他们蒙神的保守 那么隐藏了以后干什么 神要那么做 全地守望者 做全地守望者 好 我们再往下走 我们再启发上一段里边 我们看到神的智慧 感谢神 那么第三点 天上基睛两刻 这个时候呢 是什么时间呢 也是 圣灵说了 也是天父管教 这些不听话的孩子 举手要打人 举手抬手的那会儿时间 就像父亲管教孩子 举着手问孩子 你听话不 听话就不打你了 那会儿时间 说这个期间呢 神要借着他的使者 呼喊百姓 心转向神 就是这个 天上基睛两刻 这个期间 是干什么呢 神要举着手 要打人的时候 但还没下来呢 这个时候 那么这样 孩子们 神的儿女们 听话不 你听话就不打你了 听话就不打你了 就这个期间 那么一切已经做成了 这些个得胜者 穿百姨的人 他们被神隐藏 被神隐藏 就灭了将来的 普天下人 受失恋的时候 已经被神做成得胜者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节 而第二 第二节 来 二章第二节一起读 我看见那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 有七十号催给他们 我看见那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 有七十号赐给他们 这还是老约翰在灵里的看见 他看见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 来干什么 来领受神给他们的任务 他们领受了什么任务呢 就是有七之号赐给他们 七代表完全数 七位天使 第一是蒙拣选的七位天使 那么在七五二十一章也告诉我们说 天使都是蒙神拣选 他做这 他做那 每个天使做什么工作 都是蒙神拣选的 那么第二方面 这七位天使 也代表末后蒙神拣选的众圣徒 也是末后的使者 传神啊 传神他末后信息的末后使者 他们都是末后神所猜浅的纵使者 天上地上一起完成着神圣的使命 有七之号赐给他们 七之号是七项任务 内容不一样 但都是警醒的号 七位天使 每一位使者一致号 他们是奉猜浅 向人间催醒 警醒的号 七印的揭开 是神的大光照亮全地 是真假显露的时候到了 也是神的灵 与魔鬼的灵征战开始的 所以主的灵说 七印写明我的心 七印也写明了人的心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道不存 不能到父那里去 路不对 就错了方向 我的教会 是我自己建立的真账目 是走在我实价的道路上 是用我的真理为根基的 是用我的生命在他们身上 所以七印揭开 是败子和麦子 山羊和绵羊显露的时候到了 也是赏善罚恶的时候到了 也是世界的结局来到了 也是人心 就是众人的心 在神的大光的面前 完全显露的时候来到了 七号 就是我的号角 是全被真理的号 是震动人心的号 是催醒人心的号 也是铺设道路 预备我来的号 主要说哈 七号 也是警钟敲响的时候来到了 警醒 警醒 再不警醒 就沉沦了 祸灾祸灾 危险的时候来到了 我的号角已经催响 主就说 你苏醒了吗 主就问我 你苏醒了吗 七号 一催响 也是收割的时候来到了 也是神发怒的时候到了 七号 一催响 各就各位 每个人占好自己的岗位 你是收割的 你是撒走的 你是守望的 你是不忘的 你还是实脉碎的 个人占好自己的岗位 因为 第五位天使崔浩 有不守本位的大心 要落下来 他们的心 就被路西服 裸走了 所以七号 催响 警醒的时候 到了 到了七晚 就是神的愤怒 就神也做个对比啊 七印七号 七晚 做了个对比 就是神的愤怒 是对那些亡梗的 悖逆的 不悔改的 神要用压榨和管教 七晚是一种神的愤怒 压榨和管教 他们肉身要多受很多痛苦 多受亏损 目的 叫他们的心回转 使他们的灵魂得救 无论七印七号七晚 都是神要救你 都是神要救你 神爱你 无论神用什么方法 是光照 是信毁 是降灾 是责打 都在强迫你悔改 让你心转向神 开口来呼求神 目的 就是叫你 得胜 得赏 不能得胜的 也要使你的灵魂得救 这 就是神的心 主就做了个比喻 说 就如一个人犯了罪 让你坐了几个月 或者几年的监牢 你出来了 是叫你学好 成为光明之子 所以主的灵就说了 我愿人人悔改 明摆正道 不愿一人沉沦 好 我们来看三节 三节 一拜七 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 来站在祭坛旁边 在这里呢 我们就跟主说 主啊 你给个题目吧 三节到五节 你给个题目吧 这 然后 主就给个题目 主说什么呢 说 一切不正确的 都要归正 那不正确 调什么哪 那么这个题目 神给出了什么题目 说 往祭坛上归正 题目就是 往祭坛上归正 所以三节 这里说 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 来站在祭坛旁边 这另一位天使呢 不是崔浩的七位天使 是另一位天使 这位天使 专门扶折 接祷告的天使 拿着金香炉 这金香炉 是专门成装 祷告用的器具 来站在祭坛旁边 祭坛 主就是现在祭坛上的羔羊 祭坛就是祷告的殿 祭坛从心里开始 是与神亲近 与神相遇 与神相交的地方 祭坛是赞美 是敬拜 感谢 送赞他名 更是悔改 死己 献祭的地方 祭坛是享受神 同在的地方 也是神享受他儿女的地方 祭坛就是把心 把眼 定睛在神的身上 不是定睛在问题上 祭坛祷告 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神的需要 是为求神的果度 是为求神的义 为追求与神更加亲密 祭坛也是与神立约的地方 是把自己当作祭物 献给神的地方 这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这位天使 他拿着金香炉 站在祭坛旁边 在等着接 每一个人的祷告 有许多香赐给他 主就说了 凡基督徒的祷告 这位天使都接过去 许多香 是代表各种祷告 但都是凭己意的祷告 都在着许多的香里 许多不正确的祷告 就叫许多香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众圣徒的祈祷 是明白我心意的祷告 也是和我心意的祷告 然后我们就问神了 主啊 什么叫许多香的祷告啊 什么叫许多众圣徒的祷告啊 主啊 求你给详细的说说吧 然后主就详细的告诉我们 什么叫许多香的祷告 主就解释了 许多香的祷告 就是异样的香 就如旧约亚伦的两个儿子 哪达和雅比户 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现的是防火 就是异样的香 立刻被神圣洁的火烧死 今天很多人的祷告 这许多的香 他们凭己的祷告 就是异样的香 但是都是因着耶稣中宝的恩典 保守他们没被击杀 那么这些许多的香 有什么样的祷告呢 就说了 第一 有批评的祷告 有论断的祷告 第二 有埋怨神的祷告 埋怨人的祷告 第三 有深冤的祷告 第四 有投诉的祷告 我们就不懂了 主啊 啥叫投诉的祷告啊 主就说是控告的祷告 第五 有审判的祷告 在祷告里审判别人 第六 还有假先知 弃绝上帝的祷告 我们就问了 什么是假先知 弃绝上帝的祷告啊 主说就是弃绝神揭开的道 弃绝圣灵的工作 亵渎的祷告 这些都叫弃绝上帝的祷告 这就是许多香的祷告 是赐给他 赐给这位 赐给这位天使 这个赐是上帝给这位天使的权柄 他是专门福泽 承接状子的 把状子 就是我们每个人祷告啊 无论你好的坏的 就像一个状子似的 他是承接状子的 把状子接过来 呈现在上帝的面前 其他他就不管了 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 他不看 他也不管 不管你什么好坏 只要是好 只要无论是好的是坏的 只要是奉耶稣基督名的祷告的 这个状子 他全部接过来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现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众圣徒的祈祷 然后主就解释了哈 就是贴着神心意的祷告 是带下神国度计划 和命定的祷告 第一 众圣徒的祈祷 主就说了 第一 按照神话语的祷告 是带下权柄的祷告 二 信心的祷告 圣徒们的祷告 是明白神心意的祷告 他们的祷告 是和我心意的祷告 他们求的是神的果 神的意 我就成全 我们就问了 主啊 你把神的果 神的意 再详细的跟我们说说吧 主就说了 神的果 就是求在神的心意上了 我的心都在圣经上 你们要多读圣经 我的心愿 是要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得救 我不愿一人沉沦 我的心 让你们求天上的事 不求地上的事 就是借着祭坛祷告 向圣灵敞开你们的心 因为你们是与神同工的 让圣灵自由引领你们的祷告 才能建立对的祭坛 现的才是对的祭物 才能带下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 神的释放和神的医治 神的国 就是神的治理 神的能力 神的权柄 圣徒的祷告 祭坛的祷告 带下神的同在 神的治理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神国的降临 就是要使全世界万国万民都得救 这就是神 这就是神的心 我愿人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大家明白什么叫神的国吧 就是为全世界人祷告 让人都得救 让神来统治全地 统治列国 统治万国 统治万民 这叫为神的国祷告 包括我们的家 包括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的教会 让神来管理 神来统治 再说一遍 然后这个神的国 就是神的治理 神的管理 就是神的能力 神的权柄 来管理 来治理 这是神的国 那什么是求神的义呢 主的人又说了 神的义 圣灵的果子 都是神的义 只有我是义的 这主说的啊 只有我是义的 我的脚踪 我走的路 我喝的苦杯 我所做的一切 我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我为罪人复活 我成就了父的旨意 我升天再来 都是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 这就是我的义 你们坐在我的心意上 求在我的心意上 我就进来了 耶稣进来了 神的国 神的义 就全有了 看到吗 我们求神的国 神的义的时候 耶稣进来了 神的国 神的义就全有了 你相信了 又凭信心去祷告 神就成全了 圣徒的祷告 可以转化 翻转 释放全地 圣徒的祷告 可以打破天象 一同现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把一切的祷告 无论好坏 合神心意 还是不合神心意的祷告 一同现在宝座前 就像城上壮子一样 现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金坛 现在金坛上 就是我在那里做分别为圣的工作 我是中宝 那么第五节就是看到这个祷告的结局 那么就是你好的祷告 坏的祷告 它最后有一个结局 第四节 我们来看第四节 一起读第四节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上帝面前 好 这说了哈 那香的烟 呃 就是灵里就看见 那香的烟呢 这个烟冒着什么呢 冒着都是黑色的烟 主说 这是亵渎的祷告 控告的祷告 埋怨神的祷告 啊 这就是冒着那个烟都是黑烟 和众圣徒的祈祷 那么这时候灵里又看见了哈 众圣徒的祷告什么呢 说像太阳一样的有光 然后看到冒着烟呢 都是白色的烟 主就说 他们是祷告在神的心意上 地上就发生了许多的神迹启示 人的心就渐渐苏醒 人心回转 都来认识神 进入神的国 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上帝面前 主的灵又说 众圣徒的祈祷 达到上帝面前 神就应允众圣徒的祷告 是要伸出大能的把力 来释放 来翻转 来拯救 那些香的烟 就是那些不合神心意的祷告 也都一同升到上帝面前 主说按照你口中所说的 达到我面前的 定你是义的 定你为不义的 凭你口中所说的话 写明你的心 因为一切都是由心发出 祷告都是由心出来的 好的祷告 结出好的果子 好的结局 坏的祷告 结出坏的果子 也有坏的结局 主的灵又说了 有些极端的教会 比以上说的还要败坏 他们集体跪在神的面前 控告我的教会 控告我的儿女 他们为什么控告 因他们颠倒黑白 混乱神的道 他们为什么控告呢 因他们 也错了 混乱神的道 他们背后有邪恶势力超重 他们混乱我的教会 影响我的计划 他们的罪 他们罪 以定 他们的罪 以定他们为恶人 他们的祷告 是黑祭坛的祷告 他们的祷告 就是行邪术 就是巫术 我的计划 主说哈 我的计划 就是人人都要明白真道 明白神的心 归回神国 归回我的怀抱 我爱每一个人 第五节 一起来 一拜七 天使拿着香炉 盛满了 寒上的火 倒在地上 随有雷红 打手 闪连 一人 好 天使拿着香炉 主说 这是神赐天使的权柄 让他仍然 拿着这个香炉 把香炉 把金坛上的火 盛满了 盛满了 坛上的火 就到在地上 这火 是神愤怒的火 主的灵又说 许多人的祷告 你控告我 我控告你 他们欲火共心 争权夺利 满了污秽 满了肮脏 激起了神的愤怒 他们攻击我的百姓 扰乱我的教会 混乱人心 使教会分裂 羊群失散 使我的百姓 做了失眯的羊 所以激起天父的愤怒 盗在地上 主的灵说 从哪里来的 还要盗到哪里 天上不要这些赃物 把这赃物 盗在他们自己的身上 然后在这里呢 我就 我就想起了一个见证 我们中间有些人 知道这个见证 我有一年 跟我们中间一个老姊妹 这位姊妹呢 她是有这种先知恩赐的 我们到那个史村教会讲道 讲完道呢 他们那个 教会的负责人就说 神的仆人都来了 送我去为我们一个 祷告的母亲 去祷告祷告吧 我们这位祷告的母亲 特别好 风以不悟 风以不悟 整天为教会祷告 但她现在病了 成为了植物人了 已经躺了两三年了 说你看神的仆人来了 给我们这个祷告母亲 祷告祷告吧 我们就去了 我们去为她祷告 一祷告 因为这个姊妹 她有心知的灵马 我们给她一祷告 她躺了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个植物人 她女儿在伺候她 她是个教会的一个 祷告母亲 天天为教会 风以不悟啊 人家那个教会的 父亲说 风以不悟 也教会祷告 然后呢 就为她祷告 一祷告看到什么 她那个躺那个床上呢 一边一个大柱子 是什么 是两条大绒 在守着她 她说主啊 怎么会这样呢 她是祷告的母亲啊 她风以不悟啊 人家教会领袖说 风以不悟 也教会祷告啊 完了主的你就告诉说了 说她是天天为教会祷告 确实是风以不悟 但她怎么祷告 她天天在控告 弟兄姐妹祷告 主啊 你看今天谁谁没来 怎么怎么着 主啊 你看谁谁怎么怎么着 主啊 你看谁谁离四怎么怎么着 主啊 你看王五怎么怎么着 这就整个就是 不是说主啊 你叫他 你激励他 主啊 你叫他更火热 叫他更爱你 不是用积极的祷告 而都是控告的祷告 所以他现在干什么 就是能够恶在他的身上 就这些根 这是我亲自经历的 他的女儿是教会的负责人 他的母亲是个祷告的母亲 结果是个植物人 然后是笼在着看着他 感谢神 然后就像他女儿为他替他母亲认罪 祷告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后来再没去那个教会 感谢神 好了 所以主说倒在地上 就是从哪来的 还要倒在哪里 天上不要这些藏物 把这脏物 倒在他们自己的身上 随有雷轰 主的灵又说 雷轰是我的愤怒 是灾难的领导 是严厉的管教 是他们经历 严厉管教后 悔改 因为神就是烈火 大声 大声是指 声是特别的浩大 神呼喊的大声 让大家都知道 闪电 主又说了哈 就是我烈怒的信号 这个闪电啊 主说就是我烈怒的信号 我警告的信号 这是灾难预告的信号 地震 这是灾难降临 他们玷污了我的祭坛 给仇敌亵渎控告的把柄 所以使地空虚混沌 人的罪恶又回到了挪亚时期 终日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神的愤怒 用洪水灭了那个时代 在这里 在这里的地震 是神的愤怒 这里的地震 是因为人的罪恶 带来了灾难 他们 他们天天控告我的儿女 撒旦也来天天控告这些恶人 他们的悖逆犯罪 带来了灾难 这是罪有应得的 天使犯罪 我都没有原谅他们 把他们放在黑暗的里边 这些恶人所犯的罪 使地空虚混沌 带来大的地震 所以耶利米书第四章 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 耶利米书第四章 就是这些恶呢 使地带来了地震 耶利米书第四章 第四章 二十三节 第四章二十三节 到二十八节 来一起读 拜起 先知说 我光看地 不料地是空袭混沌 我光看天 天也无光 我光看大山 不料竟都不动 小山也都摇来摇去 我光看 不料无人 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 我光看 不料肥田变为荒地 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 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 耶和华如此说 全地毕然荒凉 我却不毁灭境界 因此地道非爱 在上的天也必非爱 因为果然已住 我义以命 亦不后悔 也不转意不做 感谢神 大家明白了吧 为什么带来地震 为什么都摇晃 这是真实的 是自具的音乐 主说就是因为人的罪恶 是这些祷告 他们控告的祷告 完了被神的一种愤怒 是地震斗 说地主空虚混沌 感谢神 那么也包括 以色亚书二十四章 一老八节 你们可以记经文 我们就不在这里读了 感谢神 那么 这里又说 主就说了 我不愿意恶人死亡 我愿意恶人转离 他们的恶 归向永生的耶和华 今天 也就是神说了 今天把这道揭开 就是让每一个人悔改 以前不明白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犯了那些无知的罪 控告的罪 主说今天你明白了 还来得及 不要等香灰满了 不要等香灰满了 倒在你的身上 那个时候你担当不起 所以主的你又告诉说 一切不正确的祷告 都要归正 建立正确的祭坛 不要 不要再建罪恶的祭坛 罪恶的祭坛 就会被魔鬼掌控 也 也要被魔鬼控告 神的愿怒 也要倒在恶人的身上 所以今天告诉 告诉神的儿女们 哪不正确 调整哪 所以主又说了 祭司祷告 是按神的话的 是按神话语的标准 来祷告 这是我喜欢的 也是最有权柄的 就如神的国 神的义 然后主又说了 我不喜欢告状 主接着又说了 我不喜欢告状 我也不喜欢 与我狡辩的祷告 我也不喜欢 反复无常 絮絮叨叨的祷告 你把问题说明了 我都知道了 我也不喜欢 贪图享受的祷告 我也不喜欢 外邦人的祷告 吃什么 穿什么 我最喜欢 你们都按神的话语 的标准来祷告 这是我喜欢的 感谢神 现在我们明白了吧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来归正我们的祷告 主啊 我们以前 真的是不明白 我们以前不明白 有很多很多 按了凭了几亿的祷告 主啊 求你今天 主你的道来了 我们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 主耶稣啊 奉耶稣基督圣明 拔除我们过去 凡是凭几亿所祷告的 凭几亿所烧的那些香 就冒到那些黑烟 主啊 求你都饶恕我们的恶 饶恕我们的罪 我们愿意把这罪恶 放在祭坛上 就求你降下圣灵的火 焚烧 焚烧 主啊 也奉耶稣基督圣明宣告 拔除我们里面一切的控告 拔除我们里面一切的 就这些个 所有的亵渎 亵渎毒根 控告的毒根 凡不是天父所栽种的 这些毒根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宣告 全部拔除 天然生活焚烧 主啊 我们也求你今天 捆绑我们里面 那个亵渎的灵 捆绑我们里面 控告的灵 捆绑我们里面 所有一些 不合你心意的那些个 主啊 那些个 邪术的东西 主你给我们清理干净了 主耶稣啊 求你来拯救我们 归正我们的祷告 主啊 求你归正我们的祷告 主啊 赐给我们一个 懂你心意的祷告 就是你说 求你的国 求你的义 主啊 你说你的国 就是你来治理 你来管理 主啊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求你来管理我们的心 管理来治理我们的心 也管理你的教会 治理你的教会 管理我们的家 也治理我们的家 管理整个中国 治理整个中国 也管理全地 治理全地 愿你的国降临 主啊 你说求你的义 就是圣灵的果子 就是神的属性 就是你当年 你所喝的苦杯 你所做的一切 要我们效法 我们 主我们知道 我们承认 我们没有 主 但今天 你让我们求着义 你让我们求你的义 主我们就向你求 我们向你求你的义 主啊 求你把你的属性 放在我们的里边 主 叫我们有你的属性 有你那种良善 有你那样的温柔 有你那样的性情 主啊 求你今天就借着 我们的祷告 赐给我们 谢谢主的恩典 主我们也知道 我们祷告太有限了 主我们祷告的实在不够 主啊 求你教我们祷告 你当年怎样 教门徒祷告 今天求主 也教我们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再次将荣耀送赞 归给耶稣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的恩典 祷告的恩典